东京奥运会临近之际 美国却突然升级对日本的旅游警示叫人担心 东奥会会不会没有美国代表 不过白宫人发言人普萨基星期二大派定心丸 强调美国依然支持日本举行奥运会 而美方也将对所有参赛运动员采取更严格的保护措施 美国协斗协定的联绩弱 在 국候周镇与特派参考核麻继 日本政府还在代表 響时,包括第1所预str的军小领理 这 Strong COVID-19的照片是一枚疫苗物 kissed 菩萨基在白宫记者会上表示 日本政府已经表明 公共卫生依然是奥运会的重中之重 虽然美国对日本发布旅游警示 但华府依然会派员参与奥运会 不过外界忧虑 美国对日本发布旅游警告 恐怕将打击奥运会的筹备工作 此外即将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的信心 会否遭受动摇 而打退堂鼓也成为外界关注焦点 含意冷凍 担心 因为